哈囉大家好,我是菲 最近距離會考只剩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像是許多同學都在做最後的會考衝刺 希望可以在最後匹馬 錄取到一間好的高中或是高職 但有些不喜歡讀書或是一道重要考試 就發揮失常的同學 可能會擔心自己很難在會考有一個好的表現 進而無法錄取國立的高中職 但你知道有一個升學管道 他不用考慧考 一樣可以錄取國立的高中職嗎 沒錯 這次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這個 完全不要考慧考就能升學的管道 完全免施入學 這次我會把他繫容的現實和升學方法 一次講清楚 最後也會分享他的利別 還有我個人的一些看法 如果你是國三生或是國三生的家長 請你一定要看到最後好嗎 事不宜遲 馬上進入我們今天的分享吧 首先我們先介紹一下完全免施入學 這個升學管道是在106年的時候開始的 顧名思義他完全不用看會考成績就可以升學 可以說是國內第一個名副其實的免施升高中管道 畢竟現在大部分升學還是要看會考啊 那今年總共133所的公立高中職參與其中 其中總共有56所的國立學校 77所私立學校 詳細的學校可以看一下我們放上來的這幾張統計表 這個都是從國教書網站抓來的最新資料 保證準確 所以講了那麼多 我們到底要怎麼報名呢 首先我們需要進行完全免施入學 志願選田 這個我不確定是不是每個縣市都有 但至少桃園、台中、台南市區和高雄都有 每個縣市選田的時間也都不一樣 像是台南就是從4月25號就開始 但有些縣市就是5月1號才開始 這方面可能要自己再確定一下 那我們用台南市區來做選田的舉例 首先先進到完全免施入學平台 點選登入 點選集體報名學生 接下來就是輸入你的個人帳號密碼 這個帳號密碼跟你上次在模擬志願選田時 填的應該是一樣的 如果忘記的話 再找教務處註冊主協助你重置密碼 登入後點左上角的志願選田相關作業 點志願選田完免 剩下的就是按照你的喜好和需求 把學校加到你的志願區裡面 選完後別忘了要按儲存志願 選志願沒問題就OK囉 另外一給大家看一下時間表 各位可以看到它報名時間只有5月9號到5月10號 兩天兩天而已 千萬不要錯過了 報名方式也很簡單 只要準備三樣東西 分別是報名表 多元學習表現證明 和會考準考證的號碼 如果你是特殊任者需要多付一個特殊生的證明 報名表可以在檢查的後半部分下載 你只要查你縣市的完全免事物學檢章 就可以查到了 多元顯示表現則是跟教務處的註冊組申請 準考證號碼忘記的話 也可以直接跟教務處詢分 等你把這三樣東西都準備好 就可以把它們直接交到教務處 到時候學校自然就會把你的資料交到負責的高中職手中 5月18號就知道結果囉 至於分數的計算方式 各縣市都不同 像是台南市區就不比學科成績 而是比計算成績和提示能之類的項目 台北市則是比服務學成績和藝能科成績兩下 想了解成績總的計算的朋友 建議還是要去看自己縣市簡章裡面的超額比具項目 寫的比較準確啦 最後還是要講一下 完全免術入學的優缺點 優點非常明顯 就是可以不用考回考 就能入取國立的高中職 尤其是高中 這可以說是唯一一個可以直接入取國立高中的私學管道 但缺點就是有列在這裡面的國立學校 通常地名位置都較為偏僻 如果你打開地圖就可以發現這些學校 基本上都是在郊區為主 比起七收外地學生 他們更多的是讓在地的偏鄉孩子 有多一條能夠入取國立高中職的升學管道 所以如果你是市區的學生 這個升學辦法對你可能效用不大 畢竟每天上下學 肯定就要花不少時間來考慮 但如果你家就在這幾間學校附近 當然是可以考慮的囉 最後我還是想分享一下我個人的看法 說實話 這個升學管道對於許多偏向實在真的是蠻方便的啊 可以讓他們無後顧之有的去嘗試不同的事物 這應該也有很多人就認為說我不用準備會考了 好爽 但我個人還是建議要去考一下會考啦 不僅是為了要證明你這三年的努力 更重要的是如果你讀的是私立的高中職 通常會考成績只要不要太差 不要5C 基本上都有講學金可以0 另外也可以先考慮報名完全免試入學 如果會考成績又很好 再去放棄你完全免試入學的資源 選擇更好的學校就讀 但如果你問號爆掉了 至少你有一個保底的學校 起碼是沒有後部之憂啦 最後不管是用什麼管道來升學 都祝大家在未來的升學路上能夠一切順利 好 那今天關於完全免試入學的介紹就到這邊 希望今天的影片對你會有幫助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麻煩幫我這邊點個讚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留言問題也歡迎在留言下方留言 或是資訊我的粉絲留言 跟我進行討論 我是Vay 我們下次見 掰掰